貨櫃三雄在今天開高走低 而且在盤中真的是集體重挫 要請教飲料 這是宣告了這一波的航情結束了 的確有這樣的一個味道 因為我們要先了解 這一波其實航運為什麼漲 就是鴻海問題 鴻海危機 所以鴻海危機 它會影響大概全球運力15到20% 今天傳出來以它要和談 安理事會已經做出決議了 所以這個因素目前就已經排除掉 排除掉的時候它影響到什麼 就是說原本這些貨櫃公司 把貨櫃什麼都集中在四大航線 然後造成其他的航線報價上漲 現在這個因素排除掉 所以這個因素也會跟著做一個排除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最近這整個各國對中國電動社 課徵關稅 所以造成中國電動社搶運潮 那這搶運我認為也是短期的 那所以這個也消失了 所以消失的情況 你會發現就是說 造成運價飆漲的因素都一個一個在消失當中 只剩下一個中期的就是 中國為了要躲避這個中美貿易戰 把很多的這個廠房的廠商 就移到什麼 移到拉丁美洲 所以這個都還在 但這是中期的 但整體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運力的需求並沒有那麼大 所以如果以它傳出停戰的話 那對整個航運的報價來講的話 就不是很理想 但我們知道很多國內的 這個高股息的ETF 都會選擇這個航運股 那接下來這些ETF 是不是也要避開一下 對 因為你看像00940 這個持股第二名的就是長榮 其實00940今天的禁止 還來到掛牌的新高 9.97 結果因為長榮往下跌 所以它又拉回到9.91 所以也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長榮的股價走勢 其實對00940來講的話 這個影響度來講滿大的 那目前如果說 這整個報價是上不去的情況之下 所以有可能會讓整個 00940的這個禁止 稍微比較壓抑一點點 那可能配息上來講的話 這個可能就會有